我们在升学的过程当中 学习国际象棋 是否对小孩申请好的学校会有帮助呢 对 我们经常跟家长会探讨到这个方面的话题 不管小朋友学什么 他是学国际象棋还是学什么 但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他自我的完善 就是说自我数字的培养是非常的关键的 那这个象棋我们中国也说了 我们古代我们的文化 琴棋书画我们的棋 不管你是学围棋 中国象棋还是国际象棋 那这个棋是有益于小朋友的思维 还有各方面的培养 哪怕他自身的数字的培养 那在这个方面就是说 对于收学来说肯定是有帮助的 我们也有一些在美国 我们这边有很多一些明星学生 他们都参加了很多的比赛 然后拿到了很多的成绩 最后面他们申请到一个很好很了的大学 然后其实国际象棋也是给他加分的 因为呢 就是说 我说的加分就是说 不是说你真正的在这个考试中加分 而是说给他在他的人生的一个学习的过程中 整一个申请的一个过程 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 这个小孩子不仅仅是学习好 这个小孩子说不仅仅说 我在academic上面做得非常的棒 而是更加是在其他的兴趣爱好上面 特别是下棋 你是不是这个学生是不是在书赢方面 可以很淡定的很平淡的去接受 然后呢 在学习的过程中 我是不是很好的就是把这个学业跟学期 很好的结合在一起 那这个是 我觉得这个是有加分项目的 那对于说申请学校 我们很在美国很多的高等学校 都是非常欢迎国际象棋起手 然后很多的高校都会有他们的 叫做我们就是叫做他们的team 就要像我们的小朋友起手集合在一起 然后组成一个team 代表这个学校参加一些团体赛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项目 因为大家都知道学习国际象棋 可以推动你小朋友的逻辑思维 思考思维 时间的管理各方面的好处 对 其实大家都知道 美国的大学的入学 并不仅仅是看这个孩子的学习的成绩 学习的成绩是远远远远不够的 而美国的大学比较偏重的是那些 能够全身心发展的孩子 特别是在体育运动方面或者是个性方面 有很高的自制力 而且学习有一种持续的动力 而且还有领导力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在棋类学习的过程当中可以学到的 击击击击击击的 hover 好